在汽车市场里面当红话题当然是新能源车 以中国来说新能源车的市场 在这个龙年的开年进入价格厮杀的生存战 也就是低价策略 产业的龙头是比亚迪 他开年推出的新款油电混合车 降到人民币7.98万 也就是说不到台币35万可以开回家 小鹏汽车推出首款电动MVP 他比预售价格也降了7.3% 小鹏汽车的执行长坦言 现在的新能源车市场太竞争 可能会导致价格还有各种面向上面的血腥屠杀 北京当局是积极鼓励大家油车转电车 要把电动车的柄做大 这会让更多的燃油车企业朝向新能源车转型 所以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 龙年一开年中国大陆最自豪的新能源车 就有产业龙头拉开价格战序目 比亚迪率先为龙年轻价格战 低价推出新车款 新车售价仅7.98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不到35万元台币 这是比亚迪首次把旗下油电混合车 降到这么低的价格 还大剌剌地以电车比油车更低价作为广告标语 实际上比亚迪从去年12月就开始大幅减价 包括全线车款推出最高2万元人民币的优惠 油电混合车只要不到9万元人民币 约40万元台币就能开回家 当时比亚迪声称这是以价换量的短期促销 并且成功让比亚迪在去年第四季 以52.6万台销售量 首度超越特斯拉的48.4万辆 然而在特惠狂欢之后 今年1月中国新能源车的销售表现明显熄火 而环比的表现则是不尽如人意 车企两级分化明显 新能源车企的销售销量的前十榜单 也相较上个月出现出了较大的变化 根据中国陈林会统计 新能源车1月销量只剩66.8万辆 比上个月下跌将近三成 而中汽鞋的产销数字则显示 1月份新能源车产量跌到78.7万辆 比去年12月少了32.9% 销量则少了38.8% 至于比亚迪本身 1月新能源车销量虽然仍稳居冠军 20.1万辆的成绩 却比前一个月掉了四成 为了保持龙头地位 并且增加竞争力 降价成了必杀季 尤其当前中国大陆内需不足 北京当局为了刺激消费 已经把汽车与家电等大型商品 选定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标的 不少城市更推出消费券政策来鼓励民众换车 山东济南周日起就寄出总额 1000万元人民币的新能源车消费券 供民众免费领取 再加上有越来越多的传统燃油车企业 也配合当前政府全力推动的油转电趋势 加速企业内新能源转型 市场上竞争者越来越多 而且每间车企都卯足权力 抢食新能源车大饼 被誉为中国汽车新势力的小鹏汽车 就计划加速推出新车款 要在未来三年内推出约30款新车 或者升级版新能源车 包括近日正式推出的 首款旗舰MPV车型X9 就算对新车型信心满满 小鹏仍选择下调新车的正式售价 从2023年11月在广州车展上 公布的38.8万元人民币预售价格 降价7.3% 以35.98万人民币投入市场 小鹏汽车的执行厂 和小鹏周日更在发给员工的 内部信件中预告 当前新能源车市场的竞争激烈 可能将导致包括价格等 各面向上的血腥屠杀 除了降价促销来抢占大陆国内新能源车市场之外 部分车器更加速全球化布局 比亚迪计划接下来在泰国巴西与匈牙利等地设厂 开启在地生产 东风汽车旗下的新能源车品牌蓝图 也在北欧获得好评 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国内的激烈厮杀 未来战场还可能继续外扩 TVBS新闻综合报导